中秋节上班原本要发放1500元奖金 却变成礼券 台铁企业工会不排除发起罢工 不论返乡还是出游 许多民众都会搭乘台铁通勤 但台铁劳资会议承诺年节出勤给奖金 等呀等却变成礼券 让员工很不满 蛮莫名其妙的结果 既然是公司这里春节可以发放奖金 为什么民主节日不能发放奖金 在10月底的代表大会 我们来跟我们现在代表公司的一个部门的一个数据 在那天大家来 同意我们做一个大工作的一个举动 离退人数如此之多的状况底下 我们认为公司的高层应该要好好地思考 公司治理的方式 是要以这种发放礼券 让员工一再地失去对公司的这个工作动力 痛批资方轻忽劳工权益 对此台铁公司回应 转调人员今年中秋开始 三节会发放1500元等值礼券 台铁公司后续将协调有关单位是否能放宽规定 董事长杜维也表示尊重工会意见 不过为了要捍卫员工的权益 工会将要到交通部抗议 如果罢工同意票超过半数 也会启动罢工 我会支持合理合法的罢工 跟资方做一些协调 可是资方的反应不是很积极的话 我觉得按照程序我是支持的 当然不希望受到影响 因为每个人行程都有设定好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针对台铁 而不是针对罢工这件事情 台铁公司化后 劳资双方争议未解 最大的受害者恐怕还是旅客 环宇新闻宋军 黄轩轩台北采访报导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